其实韩国瑜我们的 我不知道要称当韩市长还是总统候选人 陈吉仲一开口语气就很深 原来又跟韩国瑜杠上了 身为农务会主委 我诚恳的建议陈吉仲主委不要讲风凉话 也可以下乡仔细的请听 真的要以人民为本 这样的一个执政才是最重要 平常一定都会到各个农村 去跟农民座谈解决农民的问题 我们不是选举才下乡 那他是不是选举才下乡 我想这个很清楚 双方隔空交火 不过前一天农委会记者会 大秀今年前三季农品外销成绩单 主力市场依旧是大陆超过6.5万公顿 但半年前主委可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的出口国 主要的就集中在中国 当我们的农产品走到中国以后 可不可以走到全世界 强调不能单靠大陆单一市场 但实际拿出销售成绩 却狠狠打脸陈吉仲 完全为了要讨好他的组织 完全为了要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而得到的 我们对于他过去的讲话 真的非常遗憾 他的所作所为 跟他当初所设定的目标 刚好就是对岛 那你有种 你成绩状就是说 我们的农产品 全部都不要烧大陆好了 你敢这样宣布 敢这样做吗 不过对农民来说 与政治考量比起来 农场外销能赚钱 才是最重要 否则辛劳一整年的成果 都是一场空 身为主管机关的农委会 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引发外界质疑 接着正宗 夏威夷台北报道